2024赛季最后一战世界羽莲巡回赛超级750赛事 中国羽毛球大师赛将在11月19日徽拍 作为通往年终总决赛的最后一战积分赛事 本年度的中国羽毛球大师赛 将会在改造升级后的深圳市体育中心体育馆开启全新篇章 据世界羽莲官方公告 2024中国羽毛球大师赛被设定为年终总决赛有效积分的最后一战 同时也是本年度高级别赛事的收官之战 在深圳最终夺冠的选手可以进账11000分 亚军则是9350分 闯入四强的分数是7700分 即便只闯入八强 同样可以进账6050分 对于那些急需在最后关头获取大额积分 保证年终总决赛参赛资格的选手 深圳无疑是他们需竭尽全力冲刺的地方 比如目前年终总决赛参资格依然悬而未决的两尾坑 王厂如果能在深圳延续去年在这里的冠军表现 则可以成为他们前往年终总决赛的助推进 从中国羽毛球大师赛组委会公布的初步报名人选中 可以看出主场作战的国语精英进出 南单赛场包括施宇奇 李诗峰 陆光祖 翁洪阳 以及有过击败两届奥运冠军安赛龙记录的雷兰西 替补方面小将王正航会随时待命 虽然东京奥运会冠军陈宇飞还在休战期 国语依然有另外两位排名世界前十的女单选手报名参赛 分别是世界排名第三的王芷仪和第七的韩月 此外张义曼与高坊杰同样出现在参赛名单中 南双阵容世界排名第一的两尾坑王厂领衔 同时包括了今年表现活跃 世界排名极具窜声的何继婷任祥宇 以及年轻的陈柏阳 刘毅 谢浩南 曾维翰 此外还有三队男双组合位列替补 巴黎奥运会女双冠军贾一凡将会搭档张书贤出战大师赛 刘胜书 盘宁 李怡静 罗徐敏 以及郑宇 李温妹等军会出战 在替补名单中 刚刚在南昌世青赛夺得铜牌的年轻组合 陈凡淑田 刘家月榜上有名 如果足够幸运的话 深圳将会见证这对潜力新人在成年高级别赛事的首秀 混双组的名单绝对星光异议 两队当下炙手可热的组合 冯彦哲 黄东平 蒋镇帮 魏亚新领先出征 他们在巴黎奥运会结束后 已经合计夺得四战赛事冠军 同时 近年突飞猛进的成星 张池 郭新娃 陈方会榜上有名 他们的存在证明着国语混双组的新人层出不穷 期待国语队员们的表现 据由尼克斯国际亲善女子羽毛球大会官方发布的公告信息 今年的这项慈善公益友谊赛将有中国奥运女单银牌获得者和冰娇的加入 活动宣传海报有和冰娇的介绍 并且在10月25日下午2点进行一次球迷见面会 消费3000日元的前30名球迷将获得和和冰娇合影的机会 这项活动已经举办了很多年 每年都会有多支各国或地区的业余女子羽毛球团体参加这项友谊赛 去年是40周年 中国双打名将高棱作为球员兼教练受邀加入了代表中国的尤尼克斯木兰队 参加了这项公益赛事 同时受邀的还有前国瑜一队选手曹童威 周萌 以及通过UNEX美舞之志女子羽毛球赛选拔出来的最优秀的夜云女球员 最终组成了两支木兰队 今年的青山大会邀请了很多队伍 其中A组的四支队伍分别是日本尤尼克斯队 中国木兰队 韩国挑战队 以及香港Quack队 整个活动维持4天 该活动呼吁在24日到26日 球迷观众前来观赛期间 能带上自己不用的羽毛球装备 进行回收 不限于球拍 手交 球线等 空拍 断线拍都可以 每年回收的羽毛球装备都会通过活动主办方 送到全球各地 主要是亚非拉地区 给打不起球的少年儿童使用 更好的推广羽毛球运动 何冰娇在今年的巴黎奥运会上 虽然收获了银牌 但是在颁奖时 手持西班牙奥委会徽章登上领奖牌 这一举动引发国外媒体的关注和赞誉 一定程度上提升了自己的国际形象 当时 国际奥委会在社交账号发布了 何冰娇手持徽章的照片 并对这名中国运动员超越竞技体育的举动评论道 这就是奥林匹克价值观的意义 西班牙奥委会发帖向何冰娇表示感谢 认为这一举动是最好的奥林匹克精神 恭喜何冰娇 也欢迎大家留言评论 最后也别忘记订阅中国体育比赛传奇 一起为国语加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